在我給各位那個連結裡面 反正你就找一下我們的上方這邊有一個連結 就這個啦 OK 這個連結 你點進去就有氣溫 那降雨量的話其實也是一樣 你就選擇降雨量 那還有其他什麼什麼什麼其他的 應該就比較沒什麼太大用處 OK 我們用降雨量好了 降雨量選的方式這樣 我的習慣是選上面 一直選到底下 反正就把它做出我們要的那樣子的一個表格就可以了 那把它Ctrl-C 那比較快的方法 我剛剛有秀給各位 就第一個你把它先貼上 符合它的格式 第二個的話把第一列這個刪掉 然後後面這兩欄把它刪掉 那另外的話要快速的把這些有沒有 空白列刪掉的話 除了用寫程式之外 其實還有一招 我剛剛跟哥講 你可以按Ctrl-F 游標記得放在空白的儲存格上面 Ctrl-F就是尋找 意思說尋找空白的 全部尋找 它會幫你列出來 那列出來之後的話 你只要找到 你點一下 你就知道它找到的這個是在這裡 這個在這裡 這個都 這個要保留你不能刪掉 然後呢 點往下點 點到在這裡 這個以下全部都要刪 那我有個方法特別重要 選到它之後 這邊要點這個 這個以下 通通刪除的話 那特別的主要點這個 它再點最下面 一直移 移到最下面按Chift 把它全選 這個時候它會幫你把它選取 可是你現在Deleter的話 只是Deleter裡面的儲存格 但是如果你要刪除它的列 就是你空白儲存格所在的那個列的話 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你不能用Deleter 你只能用哪個方法 刪除有沒有 常用裡面有個刪除 這個功能 如果你這個功能 我是覺得這個功能還蠻實用的 如果假如你不想要什麼 用寫程式來完成的話 其實這邊就有功能 就是你找到空白儲存格的那個列 把它刪掉 記得不要刪到上面 因為上面如果你刪掉的話 變那個不該刪的 記得這樣刪除工作表 有沒有 這樣刪完關掉 你會發現 就會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有沒有 那一個是全省的氣溫 一個是全省的降雨量 那我如果今天希望 假設我們先分開 不要野心這麼大 我們先個別的 一個一個的什麼 這個氣溫好了 那我希望 乾脆 因為你如果把它劃在這裡的話 會 這邊太小了 所以最好的 把它放在另外一個工作表 然後從哪邊 從這個B2開始 放一個 然後中間間隔一個空白 然後再間隔一個 有沒有 總共看幾個 50個就列50個 可是以前的做法是 你要一邊 人工來做的話 畫這個圖 要不要畫很久了 所以我希望 我的需求是 把這個的氣溫畫到這邊來 然後呢 它的邏輯是 抓 這個是月份好了 很像 我們就不要轉字 反正就這樣子 OK 然後呢 上面的 第一列的部分是固定的 底下的話呢 就是 根據每個地區 有沒有 所以喔 可能淡水是第二列 台北是第三列 那 當然啦 你也可以錄製劇期啦 不過其實 如果要產生第一個是選這個嘛 這個範圍 然後插入什麼 支條圖好了 我們選這個 然後再移到那邊去 有沒有 你可以把它錄下來 當然如果你不想錄啊 其實前面就有了 前面的話呢 我們來拿之前的那個 哪一個呢 其實組合圖這個 這個 剛剛的這個就可以了 那 只是說它差別在哪裡 第一個啦 我們先打一個 sab 然後名稱叫什麼 全省的氣溫 1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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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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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兩個分開範圍的話,你可以這樣寫 第一個A1到M1,這是月份,痘點 記得喔,如果你有第二個範圍的話 那你就再把第二個範圍加一個痘點,放在後面就可以 第二個範圍的話就是A2到M2,這樣寫可以 那如果等一下就A3到M3,台北 主子弧就A3到M3,意思類推 所以這邊的話,假如說我要動態的決定它的範圍的話 那我跑個迴旋就好了,有沒有 A應該是2到多少呢? Ctrl向下,25,有沒有 2到25,所以這個地方就可以用一個變數了 那還有哪些地方? 這兩行可能就不需要,因為這個是副軸我們先不要 所以把它註解掉好了,註解的話就是 使城市變回,前面加單引號就可以了 這兩行不要 然後應該這裡的話是變淡水的 可問題是淡水在這裡 所以這個位置應該是什麼? 是一個儲存格 所以這個儲存格我們可以用Sales 所以它是在Sales 就是第幾列呢? 第二列的A欄裡面的資料 所以你就打一個A欄 OK,然後刮鬍一下 然後串接一下 就是串接什麼呢? 把這個台北兩個都拿掉 就是它會抓這個儲存格的資料過來 淡水跟後面的資料串在一起 那這個地方如果將來現在是2的話 以後我是不是也可以把它改成I就好了 不要回圈嘛對不對? 然後其他的話就不用動 都OK了 所以其實基本上 我大概只有改了這個 乾脆也全部把它改成B好了 將來要改的話應該理論上 其實只要改動這個位置 跟這個位置 還有這個位置 其他應該就OK了 我們來試一下給各位看 把它執行一下 把它跑一下 看一下淡水有沒有出來 放在B2有沒有 對,B2 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 這樣我不是把我的表格給蓋住了 所以理論上最好應該放在這裡 對不對 是空白的吧 所以可是問題我要怎麼放在另外一個 放在另外一個 也許我另外再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叫全省氣溫圖表 我要放過去 那我要怎麼放過去 程式應該改哪裡呢? 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你要換一個工作表放的話 關鍵的地方應該改哪裡呢? 其實就是這裡 有沒有 其實應該可以理解 ActiveShoot指的是我目前的工作表 我要增加一個圖表 放到那邊去 那我可以怎麼樣呢? 我乾脆把這個ActiveShoot 改成這個圖表 這個圖表 這個工作表 OK 這要怎麼敘述 如何把ActiveShoot 改成這個圖表 改成這個圖表 這個名稱喔 那改的方法很簡單 第一個喔 請你把Active拿掉 那就是不要目前的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在Shoot後面加一個S 加一個瓜糊 瓜糊裡面的話打它的名稱 叫什麼? 叫全省氣溫圖表 所以我把這個名稱打上去 全省氣溫 後面加一個圖表 他就知道說 喔 你要放的喔 不是在原來的啦 你要在另外一個圖表上面放 那可以懂這個意思吧 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好 那再來的話 還有一點 你想說為什麼錯 因為喔 我們現在已經指到這裡來了 所以喔 這個圖表 它的什麼呢 它的來源 它變成說 它就會指到這個 這個裡面的什麼呢 A1跟M1 A2跟M2 所以變成怎麼樣呢 就找不到了 那怎麼辦 特別注意喔 你如果這邊改了對不對 那底下的話 可能要改個地方 改哪裡呢 在Range前面要加什麼 跟它講 喔 不是在那個工作表啦 是在這一個 哪一個呢 把圖表兩個都拿掉 也就是說啦 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吧 因為你現在是分開了兩個工作表 所以你要分別跟它講說 你的資料在那邊 然後你的圖表是放另外一個 所以喔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啊 尤其是如果你在操作喔 那個工作表物件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 就是不同工作表 放不同東西喔 也就是說 那我們怎麼去操作它 很簡單 Shit 後面加上它的什麼 它的工作表名稱 特別是喔 記得啊 你們以後記得 你如果用我雲端上的程式喔 你要看一下 你有沒有一樣的名稱喔 不要說名稱跟我不一樣 然後一直說 老師錯了 我一看 你名稱跟我不一樣喔 你不能貼就算了喔 如果你的名稱跟我不一樣 你要改喔 OK喔 意思是說我要放的位置在這裡 那我的資料在這裡 我們來看一下 應該這樣OK了 真錯 還有一個 ActiveChar 它的資料來源 它的那個ActiveChar 裡面的資料 要找到 SET 重跑一下 你看 找不到變數或區域 範圍 還是說 這邊它沒有支援 那個 它的那個 啊 SET of data 來源 另外它有一個方法 我看一下 應該 如果不用這個方法 我看一下 如果不用這個方法 我們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 可以這樣子 Data 有沒有 它這個前面 加個驚嘆號 這樣子方式 就是 範圍的前面自串有沒有 可以再加一個驚嘆號 值得就是說 我這個範圍是在另外的工作表 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應該也可以 我看一下 這個8 Range 全省氣溫 第一個範圍 這我再試一下 我把畫面 因為它其實主要錯 主要是錯 如果我在那個 剛剛第一個 Active 如果裡面Active的話 特別注意喔 你通通要改成 不能用Active 因為如果 跨了工作表 Active 顯然你沒有 切到那邊去 你等於是 沒辦法看到 所以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話 像第一個 Active 我們把它改掉之後 那底下還有一個地方會出錯 哪個地方會出錯 就是Active 因為如果 我現在沒有切過去 有沒有 我現在 我標還停在這裡 那如果 我現在執行 像剛剛會出錯的話 主要是這樣 我現在畫 畫出來了 但是我現在 Active 我現在並沒有切到那邊去 所以 這個工作表裡面 沒有Active 我就點不到了 我點不到的話 那我就這個地方 程式就會出錯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就不能用Active 所以如果你Active 再指到這邊 就出錯了 因為它找不到什麼 其實這個錯誤 指的就是 它找不到這個Active 在哪裡 OK 那 所以 如果你要能夠 去找到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圖表的話 那程式 可能就要改寫了 這個時候的話 你變成說 你要把那個 那個圖表 變成一個物件 也就是把它先放在記憶體裡面 再存取它 這個寫法 可能就稍微有點難度了 而且這個可能網路上 也找不到答案 OK 那怎麼寫 我跟各位講一下 分享一下 這個把它停掉一下 寫的方法 這邊 SET SET 開頭的話 前面加一個變數名稱 叫CEO 這個 自己取個名稱 等於 把產生的這個圖表 幫我放到哪裡 放到這個CEO裡面去 所以以後圖表就在這裡 以後CEO就是那個圖表 物件 OK 那我們後面點Slice就不用了 所以特別注意 也就是說 在前面加一個 SET CEO 等於 那把點Slice拿掉 因為我們就不是選它 選它的話就是Active 不是選它了 OK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會產生一個CEO的一個 一個圖表 就是要改造物件 那以後的話 我要怎麼指向它 很簡單 只要把ActiveChar 改成什麼呢 CO 點Char就好了 OK 意思說 那一個啦 放哪裡 不是活動中的 因為活動 它在另外一個工作 我點不到啦 OK 那怎麼辦 沒辦法我把它放在記憶體裡面 它現在就在記憶體 記憶體的什麼 CO這個變數 物件裡面 裡面會有一個 叫Char的東西 OK 這樣的話 就得到解決了 OK 這個實在是很困難的 因為說真的啦 有些東西它錄下來給你 但是你會發現 錄字句集有個缺點 就是它是錄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但有的時候 你滑鼠跟鍵盤 沒辦法點到的時候 那就會出錯 尤其像那個跨工作表 或者甚至是跨工作簿 比如說你可能不同的那個什麼 可能現在還是工作表 以後如果跨不同的 也是有檔案的 我要把這個丟到那邊去 那你就不能用Active Active 變成你就點不到 除非你要切過去 那不是切來切去 畫面在那邊閃來閃去 所以一般的話 會先把它放在物件裡面 那物件的話 前面有個開頭叫Set 所以以後你們看一些書裡面 會有Set OK 就是這樣的道理 應該沒有多多少東西吧 多一個這個 然後點Slate拿掉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加一個CO 好 程式就第一階段就寫 我們來試試看 OK 這個先把它刪掉 這個錯了 那這時候我把它先F8 OK 那這個時候有一個CO了 過來了 過了 OK 其他沒有問題了 好 這樣過這一關之後 切過來OK了 那再來下一個部分就是 我希望可以怎麼樣 幫我把從這邊喔 下一個 中間間間隔應該是幾列呢 14列加1 15列 每15列 就幫我畫一個圖 然後把這邊的全部的圖 通通畫到這邊來 OK 這些還蠻實用的 有些東西其實 如果你這樣用的話 其實還蠻方便的 甚至以後的話呢 你想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 縱向了 我要橫向 這邊畫兩個 這邊畫兩個 兩個兩個 可不可以啊 你愛怎麼擺就怎麼擺 那你想說老師 我可不可以把它整個填滿滿的 有沒有 就是剛好空間填滿 可不可以啊 你愛怎麼擺怎麼擺 但是難度比較高 不過最難的這一關應該過了 最最難的其實就是這個 就是set它 然後這邊要有個CO點 記得.slash要拿掉 來試一下 我等一下會把這個程式 把它貼到雲端上 給各位參考 試一下